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接着这一套彩 彩绘笔 我也是不推荐大家用来写 英文书法的 用它来画水彩是还满 只是如果我用来写字的话 他的笔头也是太软 本来他就不是设计用来给你写字了 所以我也不会说他不好用 只是我不推荐大家用来写英文书法用他 他的笔头跟其他的不一样 是真的笔刷来的 而不是海绵头 这里就是他一整套颜色的刷色 接着就来讲一下黑色或是说在毛笔区那边会找到的软头笔 先从我最喜欢也最常跟大家讲的 这一支斑马牌的修例笔 这个是在香港买的版本 这个是在台湾买的版本 写出来的效果都大同小异 都是非常好写 然后那个笔头也是不会太软 很适合新手拿来练习用 我个人也最常拿他来用的 另外斑马牌也有出这一支细致的修例笔 可是他的笔头比中字的要软一点 然后没那么好写 然后就有这一支很多人推荐的笔字柱 我个人觉得他也是蛮好写的 只是对于我来讲 Zebra的会更好写一点 其实就有这一款 也在我影片里面蛮常出现的 就是Pentel的笔文字 签字笔 它跟柔惠笔的笔头是很像的 也是比较细 用来写小一点的束法字是很好用的 最后就是这一支英式的修例笔 大家很少看我用它也应该知道 我不是非常的喜欢用它 它是红色的 然后笔头也是很细 如果要形容它写出来的手感 那就是跟这一支差不多 只是这一支更好写一点 它也是笔头没有什么弹力 不会回弹的那种 那我们再翻一次刷色图 总括而言我最最最喜欢的一支软头笔是 这一支斑马牌的修例笔 因为它又便宜然后又真的非常好用 可不把价格也加进去评分标准的话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系列的 蜻蜓牌的双头毛笔 可是如果把价格也算进去 评分标准的话 最喜欢的就一定是这一套的 熊丝彩燕笔 那这里就是我全部的软头笔收藏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按它隔壁的小铃铛 然后也不要忘了留言跟我聊天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i know you i know you